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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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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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没错 而且这事太诡异了 就诡异在什么地方 就差了一层是吧 对 差了一层就搞不清楚 而且他本来是一个特别小的事 你知道吗 像这种造假什么这种事 其实我们每年都遇到很多很多 但为什么这一宗造假案 或者嫌疑造假案 那么受到关注 我记得我们有一会还谈这个 就这个事怎么会会闹到那么大 这本身就很诡异 第二就当然这个事件本身 那个虎是真是假 牵涉到政府部门的诚信 那么这个是另一回事了 对 你觉得呢 我也是觉得用那个文道尔那个词很好 就诡异 我本来就觉得 几乎是一边倒的这种姿态 我觉得也很坏 但是呢 我先反过来想 我就想这个周老虎 这个心理承受能力怎么这么好 如果是 如果是 就是他真的是拍了一只假虎的话 他的心理承受能力 为什么会这么好 坚持到底 对啊 那我就那个 就是不是观客 是叫陕西林业厅的 什么办公厅的 他说他说 如果他拍的是一个假虎的话 那么这么多人的压力下 他早就崩溃了 又不是说 我觉得好像也是有点道理 所以我说 我现在很诡异 我现在要劝大家 别再讲了 为什么呢 我觉得他这么压力 抗压能力这么大 是因为他整个人压上去了 再倒下去 我觉得会出事了 算了就放过他了 对 今年崩溃了 我觉得可以作为一个关键词 我还想起一个 今年你要凭个年度限的话 你说是什么限 那是红捧鲜吗 那就是红捧鲜 还是红捧鲜吗 那就是红捧鲜 那就是红捧鲜 我们说有趣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说 这个矿难的事情 我们已经觉得司空见惯 它是个平常的东西 就已经 我觉得做媒体的人一定会觉得已经很麻木了 就比如说刚刚我们 因为我们前几天我们跟我们谈一个记者 雷宇谈过这事 他说有一些矿工要负责去救人的 然后后来说不用救了 就已经全遇害了 然后他们还欢呼回家 大家觉得怎么那么麻木 但其实你回想看 媒体也麻木了 观众也麻木了 读者也都麻木了 大家的第一个反应 比如一听到新闻 或者看到新闻的矿单 大家第一反应说 又是哪 你注意到这个柚子 包括我们在平时的选题会上 因为你要是单纯从数字来讲 105个人 那绝对是一个大的世界 但是如果 但是从技术上来讲 当然我觉得从意义上来讲 我们肯定是要报道这个事情 100多个人的那个命啊 生命的一个世界 但你要从技术上 我们确实很犯难 说又一个矿单 我们还能再写什么 对该写的都写了 晚期生命也写了 对制度的拷问也写了 对环境的考察也写了 我们还要再写什么 我给你一角度 那天我们跟民间舆论家聊天 他就说 说聊矿难这事 你得把别人都罩住 他们说的那些个 有什么新角度 我给你呢 或是什么角度 这个舆论家 为什么矿难 这个屡见不鲜 越来越多 然后他说 以前改革开放之前 没听说那么多矿难吧 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后 这矿难多呢 他认为根本的原因 是过去啊 都是煤矿都是煤炭不管 把煤运出去是铁道不管 对吧 而从改革开放前后啊 这个下来权力下放权力下放 资源下放 从根本上讲是各省 对他根本没有常年的管理 这个玩意儿的经验 你光你这个下放过程中 就会出现这个事 还说说聊贪腐 贪腐那是人性的 全世界哪没贪腐 问题是说 用什么样的制度来约 对这个贪腐换了 能不能换来你这个管理经验 等等 哎讲这个 但是呢 他不认真 我认真 他一说呀 我还真查了查材料 找了些数字 我跟你说呢 用数字说话是吧 也不一定以前煤矿难 最近他们说有一个王少光 在一本什么什么文章里做过统计 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人数 1953年可能是啊 每百万吨死35个人 1959年可能是死17.45人 你看相比之下 到2004年死的是每百万吨3.16人 而且他说死人最多的矿难 说根据新版的大同煤矿制 1960年5月9号大同矿物局白洞矿14号煤尘爆炸 矿井全部毁坏 死亡684人 直接井下死亡677人 他当时这是绝密 但是现在翻材料 翻出来了 你说这有意思吗 所以就说明其实以前矿难一样死的人很多 矿难也出了很多 放不放权都死了 但是你说放不放权又牵涉另一个今年 我觉得很热门的话题 就关于这个改革开放 因为今年我们过去几年不是老讲 有这个自由派跟新左派的争论吗 今年又有个机会让他们来干一下 这就是关于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现在该往什么地方走啊 该怎么去啊 一大堆这种争论又出来了吗 这也算一个 我跟你提提 我觉得咱要说今年的这个年度人物是谁啊 嗯 这个每个人都不同的解答吧 对 那那我先说一王朔 今年年初说王朔归来 在咱们这出的事吧 对对对 枪枪的一天 没错 因为我们一份啊 在在平原媒体上是我们的新报的人 没错 没错 对对 对我们 对对 你知道咱这大一吹牛是什么吗 嗯 就长城 长城最近不是新的七大古迹吗 咱们历史不认为那是古代七大奇迹吗 嗯 新的里头有金字塔 咱装台自己播的 在新的七大奇迹里 只有一个是古代七大奇迹 是金字塔 嗯 人家是五千年前朽 人家是四百年前朽的 明长城 明长城 怎么可能是古代的七大奇迹 人家把砖码的长内叫奇迹呀 对咱们挂三的人来说 咱们挂三的 他算年度人物 对吧 当然还有一个 就是说色戒 嗯 李安 汤唯 这也算候选吧 对对吧 色戒文道还让人批判 对对对 我现在成了汉奸 不 有人说我一定是汉奸的儿子 就是因为现在汉奸是一个很 中国人讲汉奸啊 就我老说跟西方人讲通敌者的概念不一样 就西方人讲通敌者当然也是叛徒 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以前法国也有什么法奸吗 帮纳粹的对不对 但那个通敌者呢 他比较没有种族主义色彩 汉奸不一样 汉奸对汉是个种族主义色彩 由于牵涉种族主义的东西呢 所以我们很容易追溯 对 而且牵涉你的祖先的问题 就比如说说人是汉奸 就说这个人老爸都是汉奸 他主上的人流着汉奸的血 就这种话就很容易出现 这很好玩 所以很多人就说 比如说讲李安是不是汉奸 李安他家又怎么样 所以我看那个我也注意到一个 写就是您说的这个汉奸的问题 其实在如果我们用一个就是历史研究的方法 就是不用一个褒贬的道德来看 他是中性的说法是叫合作政府 对 是吧 所以我看他那个 当然我看那个设计的时候 我看他英文他就是是一个合作政府 我还想汉奸是怎么翻译 对 不要英文怎么翻译 后来我看就是合作政府 我觉得合作政府 就是合作政府 其实就是如果我们在研究这段立场 是一个很中性的 就是吧 就便于其实你能更能看清 当时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内量的协调 对 比如说邦经卫他是怎么想的 或者是那个各种各样的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 我觉得他是这个还是比较 中性的一个说法 小心 但你要小心了 这些话都要小心 我们处于很危险的时刻 有一种思维方式 是上纲上线的思维方式 我发现很多问题 为什么哲学其实很可怕 一旦提升上去 这个问题确实就变得好像大是大非 民族大一弄得显得相当的不普通 但这个东西 其实我觉得恰恰是有大家没读好哲学 这读哲学的ABC就先学逻辑 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人的问题就是逻辑没搞通 所以然后就开始进行辩论 那么辩论就是喜欢上纲上线 喜欢阴谋论 喜欢给别人送大帽子 对扣帽子 扣你一下 但那个推理出来的那个过程是很不科学的 比如说今年我们还看到一些这种 我们讲这种阴谋论什么 有一个最大的阴谋论 就有一本书我很关心 就货币战争 对像这个就是一种跟我们刚刚讲汉奸啊什么 这背后有一种心态是共通的 就是我觉得我们中国今天有一种怨恨的心态 那种怨恨就是觉得明明自己是大国了 明明我们觉得自己崛起了 但是好像不被国际社会承认 不只不被承认 而且总觉得我们处在危机当中 总是觉得人家亡我之心不死 当然事实上我们知道美国的确有很多的外围组织 常常想颠覆一些他不满意的国家或政权 但是事实上是有的 但是有没有达到就是无所不在的地步呢 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而且呢这个牵涉到什么呢 比如说今年还有一件事 就是中国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 产品安全问题 OK 你这个东西你当然可以说有很多外国的抹黑啊 就外国想抹黑 想矮化妖魔化我们中国产品 但是这个东西很复杂 就在于我们怎么去分辨 有哪些是被抹黑 有哪些是我们必须承认的 哪些是事实部分 对啊 对啊 但是说就真正的科学精神嘛 美国薯片不是咱也验出来了吗 也是含有致癌物质 对你说这个中国是 我想一下刚才我们还落了一件事 这个纸包的经验 应该是一个 没错 纸包的新闻 对对对 这个对后来迅速的又平息下来了 对没错 还有什么呢 有点诡异 那个太湖兰藻 对对 环保危机 对今年的这个环境问题也是应该挺值得关注的 我跟你讲 我觉得今年的这个年年度病 就咱这强强小范围来说还是癌症 我觉得就是你看咱们就讲这个事 我怎么周围那么些年龄很小的人都得了癌症 你是从想想说陈小旭的那个开始想起来的什么 陈小旭也是癌症 陈小旭也癌症 然后哎呀我的有些我反反不好说人了 我周围好几个包括我们家都有亲戚 离我这么近的人两三个癌症 那天那个健康教授来讲嘛 第一个原因现在知道癌症那个遗传呢 才占百分之五 最重要是什么 最重要的是环境 环境 第二重要的是心理 对你就可见 为什么现在周围人有那么多癌症啊 对 饮苦食毒啊 包括压力这么大 我就特别注意到 你看那个现在经常报纸有 比如说哪一个五岁的孩子 六岁还得了白血病 然后希望大家来捐助 为什么小孩得白血病这么多 我觉得就是那个装修 装修它那个那个 又涉及到这个中国产品的问题 它那种辐射特别大 它那种叫什么水的 那个胶水啊什么的 那个很多你到家去成 你去的眼睛都这么不开 他那个儿童要住的那个时间长 为什么现在中国孩子 这个得白血病很多 我觉得这也优落到 这个中国产品的问题上了 真是 挺让人担忧 我们家那天那个亲戚 哎呦 就是我刚才跟你讲到 没过几天就死了 就是年纪轻轻的这个癌症 所以我听说死的时候 肿瘤都长到眼睛里 哎呦 失明了 脑袋长出一个大包来 太可怕了 这个扩散全身呢 所以真是得小心 第一环境 第二心理 你想想 咱们去一下广告 还接着数这排行榜 还行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咱这三联编辑会开了还成 真能连出一个榜来 没错没错你刚刚说到这个环境 我就今天我们讲环境为什么会破坏的这么厉害 很多就是关于这个产品的水准的安全 其实不止吃的东西有问题 就我们天天的交通都会有问题 比如说今天不是塔了两个大桥吗 冬黄一个了 然后广东了 就是当然了 最后当局说 这不牵涉到施工质量问题啊 什么的 这是意外 对这是意外 但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个感觉 哎真是那么简单吗 桥怎么这么容易 对了 桥不会那么容易塌了 很多人都怀疑 那是不是豆腐渣工程吗 所以你看到我们今年真的面对很多 我觉得到了明年的时候 如果这个状况仍然持续下去的时候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警号 当时广东那大桥 他最可乐的事是 那个这车 私家车过了收费站 当然开到那 掉头回去到收费站 退个我前 前面那桥断了 真的有这种事情啊 真的呀 那他不知道桥他了 他不知道他来账收费 心态很有意思 哎 还你要说桥 我还想起一建筑 史上最牛丁字户 对 大家都会对那个图 那个新闻图员太有 太有冲击力了 就是那么高的一个大土坡上 一个小盘 这也算一年年度丁字户 对吧 而且那个人啊 我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他固然他是要维权 因为那个还牵涉到 今年我们讲到的一些的 政府的新的政策 物权 物权法 对对 这物权法也引起过很大争论 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就物权法能不能够保障 我们每一个人的私有产权 或者私有产权观念怎么来的 但是同时我还看到 另一种维权的角度 就他除了是一个 那个丁字户本身 他要维权之外 我们要记住 第一个发布这个消息 是在网上出来 是有一个人 他自称是一个公民记者 就他不属于任何传媒机构 我就自己去 自己报 然后拿到网上去 我明白了 我觉得这个会不会是将来 一个新的趋势 其实很多的现在所谓的 记录性报道 他的那些都是在网上找到 所以就是网上维权 对 就是网上维权 但是你说维权 我记得你还要说一个人 也是到年重人物盘点的时候 我想因为我们也做一些 就是在媒体上 我在三联上每年做过 我印象比较深的 就是03年做过一个高耀节 我当时每天到他们家乡上班一样 跟他们老两口 一起吃个饭 聊个天 每天晚上走了 回去旅馆 然后有一天 他老伴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说晚上有个车 要来接他 然后说约他到某个地方去见某个人 他老伴80多岁了 老人家 东北人 跟我觉得又老乡之一 很紧张 因为大家都知道 高耀节在那边 有很多对他很不满的 大家都会说 安徽有艾滋病 内蒙有艾滋病 为什么就河南名称最大 就是被高耀节闹了 所以对高耀节很是不满 所以那个老人家也摸不清底细 然后他就看到我 正好我在那采访 他觉得我还年轻 还可能还能保护他 然后说 那你麻烦你跟我老婆子去吧 他是这么喊他老伴的 那我说好 我就跟他去了 然后出门之前 他又觉得 说我是记者 很肯定会怕引起不合适 然后他说什么合适 就说我是在他们家帮忙的 或说保姆或者什么 然后我记得 当时我穿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 老太太很机灵 然后他说换下来 然后拿他们家真正小保姆的棉袄 给我穿上了 然后离门前 还狠听 口红擦掉 口红擦掉 然后换小保姆 对 然后老先生说 那你要多小心 你一定要照顾好老太太 我们俩也要互相撞着地球就下去了 然后就在夜色当中行进到一个很偏僻的一地方 然后我想到底这个行程未卜 我不知道到底是怎么样 后来见了一看 我才知道是无疑要见他 那当然之前都很保密的 那当然我的身份也不能透露 因为是省政府来接他 那如果说我记者 那肯定就把我拒之门外 但是我已经 我还要担负起保护老人家的这个责任 哎呦 这还有这么一段经历 然后呢 那老人家进去了 那就是我和省长的秘书 我们俩面面相对 然后他 秘书和小保姆 对 然后他问 嗯 那他其实也是想跟我聊 并不是说怀疑我 那 大家在外面都等着没事呢 那干着做也挺难受 他说那你是 然后我说 嗯 我是学生来帮他 呃 整理一些文件的 然后不然这样 然后我就想 哎 说我是学生是不是也太装嫩了 所以也不敢抬头看的 但是所以当时的那个 那个经历还挺好玩 很折磨 我又不敢跟他说太多 因为我又不是河南的口音啊 又不敢说的太多 所以当时还比较折磨 我就觉得很厉害 后来肯定也都揭穿了吧 啊 后来呃 是先是一个法新社的 我后来一直守口不平 我不知道我说是不合适 我以为 我以为这个高老人家进去就跟吴易说 其实外头那个是记者 我们这个 维权呢 让我得到一个个人的生活技巧啊 就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啊 怎么讲 就是会哭 你得会哭 最牛丁子户 包括这个维权 你哎呀 很多事啊 我现在相信人家说的了 做点什么和不做点什么 分别就是不一样 对 这个社会公平吗 这个社会不公平 对吧 你要说这个社会公平 会哭的孩子有奶吃 说明什么呢 你有冤就要伸呢 对 所以你这个结尾就是等于在预告 大家明年得都起来 奋起来争取 我的结尾还是和谐社会 想套你自己的权利 他们的权利 全和解了 这没事啊